今日之旅是這次福斯的年度劇作 是一部非常非常棒還有厲害的影集喔 最棒的是它的小說是以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得獎無數一部科幻小說 它的劇情融合了吸血鬼 末日邪惡政府之類的經典科幻元素 有沒有聽起來就讓人覺得很期待呢 今天很榮幸說要福斯傳媒邀請來到末日之旅的首映會 聽說有很多非常厲害的影評大大們 那遠方我剛剛看到一位非常厲害的影評大大 我們來問問看在觀影前他的心得吧 第一個邀請到的就是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嗨大家好我是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那我先問你喔在我們開始看影片之前 你對末日之旅這部品有什麼期待嗎 期待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因為我個人其實對於末日題材 特別是吸血鬼這類的題材 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習慣 所以當得知福斯有這部劇要上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開始期待了 聽說其實原本是要拍電影 原本是要拍電影的 但因為它的舞台實在是太磅磅太龐大了 畢竟小說後部是非常的厚 對所以可能即便是把它拍的電影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把這個這麼好的故事講 據說是因為這樣才說 然後我們就用電影的規格 單字是拍的 進行 哇這真的是很值得其他一部片耶 沒錯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進去電影看喔 好喔 那我們剛才已經看完 今天破日這裡的影集首映畫 我真的覺得超級精彩了 我真的覺得超級精彩了 末日之宇是一部末日片嗎 那你覺得它跟一般末日片有什麼差別 福斯它有一個很強氣的陰性 那它都是一種末日殭屍感啊 這一集前面我以為會是一樣的 這方面完全不一樣 陰性畢竟比較討論人性面 對 黑暗面 我覺得末日感是我們喜歡的原因 是在於說 它帶著絕望 可是它又帶著希望 那拿捏的比例不太好的時候 會讓你過度絕望 你覺得喔 我看完這部影集 心情會很差 對 但是這一部沒有 它完全就是一個人性的光輝 在他們過程中 你是非常感到窩心 然後觀察到其實 每個人都有帶路感 男生可能覺得喔 我會來希望成為這樣一個 我爸爸好的一個男人 小女孩可能在過程中 不然她也覺得 希望跟她一樣堅強 堅強的人 一起來奮鬥 那最後三個字 請你形容看完這部電影感受 Spider 三個字啊 有點短 很好看 我感到很窩心好了 我其實很意外 你一部末日片 可以看到一集 讓你覺得很窩心 這是很難得 那你覺得第一集最後看下來 你給它幾分 滿空五分 應該就五分了 該有的動作 該有的故事開頭都跟你講 也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宇宙觀 並且它讓你期待過 接下來還沒怎麼過 以一個第一季第一集的影集 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尊重的作品 那先謝謝作品子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 那我現在又找到第二位影品了 我們歡迎丁娜 好 好那丁娜 我們剛剛看完了 末日之旅 那你覺得這一部片 你最喜歡它哪一個地方 我覺得我最喜歡 我們的小小女主角 因為我覺得它演技實在 太精彩了 以一個這個年紀的小孩子 他能夠表達出這麼多的情緒 演得又這麼的自然 我覺得還滿厲害 有 剛剛在樹林水那一段的時候 對 那一段超精彩 我想說 它真的是十歲嗎 它那個感情處理得很細膩 真的 那你覺得它跟一般末日片 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覺得雖然它使用的題材 像吸血鬼什麼 是還滿常見的 但我覺得它劇情很特別 對我完全沒有想過的劇情 然後又是找一個像是 父親的角色跟小孩子的角色 去演這樣子的末日片 滿新鮮的 而且感覺這種末日片 一般都是什麼相思之類的 但它這次是吸血鬼 這一點我也覺得是滿特別的 還有就是吸血鬼的一些特殊能力 我也是嚇了一下 對 我完全沒有想到 它吸血鬼的特殊能力 那我最後要請妳用三個字 形容這部片 驚悚 刺激 感動 三個字嗎 還是三個形容詞 我剛剛起錯了 沒關係都可以 OK 謝謝蒂娜 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好 掰掰 那剛剛我們已經訪問兩位影評大大 他們覺得小女孩的演技非常的好 那其實我也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她的個性真的很討喜 再來男主角真的超級帥 還有這個劇情真的讓人覺得猜不到 就事前其實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然後結果前面在看的時候就覺得 哇好棒喔 哇嚇了一跳這樣子 就是她安排了很多很厲害 然後之前沒有看過的情節在這一部影集裡面 看完呢 就會覺得說 第二集什麼時候要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部精彩影集 哪裡可以看到呢 1月18號每週五晚上11點 Fox頻道全台首播 還有 每週二 Fox Plex 跟美國同步上線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最後呢我們訪問一下今天辛苦的工作人員 嗨 你覺得怎麼樣呢 先幫我打個麻 好的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 就 還不錯啦 是下雨有點煩 我要跟你 請你說末日之旅的心得 你跟我說後面下來有點煩 欸 你只問我心得 你有問我末日之旅的心得嗎 喔 那你覺得末日之旅怎麼樣 喔我覺得 我覺得 就還不錯啊 因為末日可能不只說的是 就是吸血鬼變的事情 可能是 人心吧 人氣的末日 但目前看起來 因為他其實 他其實 對我幹嘛是直接講下去了 對嗎 他只是滑雪了 掰掰